额不食草能治疗鼻炎吗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赵玉祥 陕西省人民医院 额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人医师 额不食草从中医角度讲 它有治疗鼻炎的作用 但是额不食草呢 通常它是用来住房来治疗鼻炎的 而且是它有治疗鼻炎的实应症 不介意患者死自用额不食草来治疗鼻炎 因为你无法确定一个理想的治疗剂量 如果用量过大的话 可能会带来一些肿毒反应 甚至引起一些其他问题 对额不食草的确确的成分 目前还没有办法来知道 中医药可以组房来治疗 不介意患者死自用额不食草来治疗 包括藏儿子、省医等等 所谓的一些明解偏法 我在这里强调一下 有些明解偏法确实有效 但是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没有经过系统的大量的凶整医学来证明 对于一个没办法证明 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治疗方法 我不介意患者死自来采取 用在自己身上 因为你没有办法预止这样的后果 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对于一个不明确的结果的治疗方法 我们不介意患者死自采用 对于鼻炎通常专科医生有比较吩咐的经验 他能做出比较明确的诊断 正对于这个患者的病因啊 病变情况做出一些合理的这个治疗建议 比方说让你用药 用什么药 用多长时间药 如果药物治疗无效 是采用手术了 还是继续保守治疗了 这个专科医生在治疗这个鼻炎 以及鼻部疾病的这个经验 要远远丰富于患者本人 而不介意患者自我对选择这样的一个疾病 因为在于医学知识的不对等的情况下 你做出的结论 统常是对你极为不利的 感谢观看